台中有自拔妹去溫哥寮來看風景 所以因為他對路無識 擺到去耍蓋 加在救完林圓 已經眾人順利救出來 一二三 向受救林圓用手掛肯定 把受傷的女人為便宝救起來 切合拔妹在電話 台中警方接到女人的電話 說他在溫哥寮看夜景 所以不設立為觀景秉台下樓便宝 相對跟警方說到現場找人 原本都找不到 警方後來跟十五人繼續通電話 從未借郵車淹來電話 中以發現他下樓便差不多十公車的便宝 需要利用周邊的手掛塞 尤其他方向降落 報名三點完 把人救起來 桌子會不會痛 OK 確定喔 就是痠痛而已 痠痛就是有問題啊 重大的關係啦 小心滑下去了 你是靠太近是不是 對 男人被救起來之後 腳掌都有明顯的切胸 不過他不會去便宜 他表示有喝一點酒 加上沒有設施地形 才會不洗你下樓便宝 並表示 受傷的十五人 落後會補就跟朋友到萬個了 看日頭下山 但是突然失蹤 晚上十點完 接到十五人處理人 報案要找人 但是警方卡電話都沒人接 早已想要有自己 回電話給警方 給警方 順利救到人 記者台中 綜合報道